国民党新美市长参选人朱立伦最近提出了他的交通政策 今天早上还特别选在机车流量相当大的台北线华中桥 他说呢当选之后呢他要把机车的报废金额从一千块钱提升到三千块 并且转做游游卡的补助津贴 这也是住在台北线中和附近的民众 通往台北市区的重要干道华中大桥 每到上下班时间车道总是挤得满满满 为了鼓励民众多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朱立伦提出提高机车的报废金额 机车报废的时候每一辆可以获得三千块钱的补助 但不是现金我们是给悠游卡 然后这个悠游卡就是希望大家搭乘我们大众运输工具 寄出利多政策民众到底领不领情交通真的能改善吗 这样是利多 没有错 有办法改善交通吗 应该是有吧 非常乱 现在还是没办法 为什么 最近朱一伦除了邀请高铁董事长欧静德 做交通白皮书的顾问 也锁定机车族 甚至骑骑单车 电动车和搭捷运 用不同方式体验新北市的交通 我今天本来也有想到说 是不是我跟大家一起体验骑机车 我觉得应该要体验 不论是公车也好 不论是捷运也好 不论是火车也好 我们都希望让所有行的便利 确保每一个大家的安全 力拼新北市选战 朱立伦低波打出交通议题 还说捷运要做得好 县制长不但要同心 也要有协调力 暗奉对手阵营 平时新闻网配偶 蔡龙仁台北报道